因应人口老化,政府积极推动长照2.0的政策 以建构在地老化、在地安养的精神来满足地方的需求 而张国县政府也透过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争取到了3亿多元的经费 要在社头乡打造ABC级的长照中心 婆婆妈妈妹丽丝这里跳着舞 根本看不出来有一半以上都已经是阿嬷了 这也是社区平时推动热灵课程所展现的成果 而人口不断老化 老人的照护更显得重要 县政府也积极推动长照2.0政策 以建构在地老化、在地安养的精神来满足地方需求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长照2.0这个部分我们争取到21个案子 那其中三案我们坐落在社头乡 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三个据点 我们现在在新建了 那盖好了以后我们可以让这些长者能够就地安养 就地救养 让这些长者都能够活得快乐 活得健康、活得长寿 而为了让在地营法族都能受到晚上的照顾 长大县政府也争取到前瞻基础建设中的整建长照位服务据点 经中央核定21案 共计3亿多元的经费 而社头乡也是第一个拥有三案的乡镇 且于今日举办启动仪式开启建设ABC的长照中心 造福当地营法族 前瞻基础建设整建长照位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社会老人化很厉害 我们的扫子务也很厉害 所以老人越来越多 包括你我 每个未来都会变老人 所以我们社老乡公司和管政府 现在非常非常重 同时我们的老人福利 我们社老乡 驾驶第一步 我们白约也没有我们社老乡全有 根据统计 彰化县在106年底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高达15.04% 更凸显老人照护的重要性 县政府积极争取经费来推展长照政策 若实县民在地老化 能在自己的家乡健康过生活 记得银声赞话线才能报道